方进见傅恒看自己忙道 范军门是张军门从云贵总督衙门调来的 我们也不大熟 攻苗寨娃子山 听说范军门的迎兵先破的阵 傅恒默默点了点头 这才问 广四现在哪里 怎么不一同来 两个将军听了似乎不知该怎么回话 顿了一下方进才到 回大人话 这是张军门的规矩 大约怕钦差大人忙 先约个静夜日子 我们也不懂钦差大人规矩 有事礼处请大人体恤 我们都是武夫 听命就是我们的规矩 那也好 傅恒摆了摆手说道 我这回子就想见张广四 你们回去请他来吧 胡振彪和方进二人刷的站起身来 答应一声 是 便退了出去 傅恒也自离了西配房 回到上房静后 一程盛上一叠子手本 傅恒拿在手里 倒换着看来看 递了回去说道 该见的主官大致我都见了 请各位老兄回去维持好差事 从现在起 我专办军务 傅恒将几天来接见各衙门官员交谈记录 都报出来 交给一个科什哈吩咐道 将这些密封存档 收拾停档后 傅恒便忙着换穿官服 穿戴整齐便端坐以待 烧请方进大踏步进了驿站 当院向上一躬 高声道 川山总督截至四省兵马都督张广四 拜见钦差大人 开中门 放炮 傅恒大声命道 起身迎道滴水言下立定 说道 请 说话间炮响三声 张广四步履妥妥 昂然而入 后头两名副将四名参将 一律 容装配件护从 在二门口 以剑站立 历史间满院都是张广四的亲兵哥什哈 各一岗位 挺身而立 张广四站在当院 用毫不掩饰的轻蔑神器 盯视街上这个潇洒飘逸的小白脸片刻 然后 才躬身 叩请圣安 傅恒毫不在意 彬彬有礼的达了圣安 上前要扶张广四 张广四已经站起身来 傅恒原想携手同步进入中堂 见他毫无反应 顺势将手一百合和笑道 张将军 请 张广四这才脸上泛出一丝笑容 哈腰一让 和傅恒并肩进了堂房 张志军 傅恒和张广四分宾主坐下 心里垫堂 和这样桀骜跋扈的人共事 与其客套 不如有什么说什么 献过茶便道 圣上很惦记着江西和山西两处教匪扯其造乱的事 听说你来山西阅兵 我很感激的 我到太原当晚 见科尔吉善 其今说起燕门关 齐营兵力 柯大人说他也不详细 只知道有一万多人 吃空鹅的恐怕也不在少数 有的营兵已经年岁很大 有的还脱家带口 这和太湖水师的情形毫无二知 您既然亲自去看过 能否见识一下 学生马上要做整顿 张广四双手扶膝 做得端端正正 神色不动地听完复衡的话说道 这里的营物确实不像话 不过据我看 比起科尔吉善的营盘还要好上几倍 本来我想赶回去迎接钦差 看了看那些兵都是本地兵 不加整顿是不能用的 山西人聪明才智没说的 但是军队是要打仗的 怎能松松垮垮 像一群乌合之中 六爷又没有带兵打过仗 所以我心里放不下 在燕门关阅兵整顿时 杀了三个千总十几个匹兵 已经替您整顿了 我再留三个将军在这里辅佐 您就不去黑茶山在太原指挥 那些巨山小贼也难逃脱 傅航听他如此口满 只是一笑 心里却大不以为然 略一沉思又问 陀陀峰那边情形如何 有没有谍报 张广自笑道 这是有制度的 兰县 兴县 林县 都是三天一报 飘高盘踞陀陀陀峰山寨 一是这里山高林密 山下河道纵横 二是地处陕山两省交界 又处林兴兰三县交界 官军不义统一指挥 他可以随时逃窜陕西 三是当地民风雕汉 和匪众通莲递送消息 输粮资敌能长久占据 这都是雄无大志的草扣行径 这边我军整顿后军纪严肃 兵经两足抽掉三千军马去 半个月一定可以离亭扫血 张志台高见 傅恒觉得张广司 对敌我双方力量估计还算中肯 又是一心一意替自己筹划打算 原来的艳增感顿时去了一大半 拱了拱手说道 不知张将军何时将兵权移交给我 有哪位将军带兵临阵 张广司饿了一声说道 方高杰 你们三个出列 张广司话音一落 一个无短身材的中年将军 带着胡哀镖方进应声而出 插手听令 方高杰身材与方进约略相等 只短粗些 黑红脸庞上横肉站起 有七八处刀伤隐隐 放着红光 显示着他不平常的经历 张广司用手指着三人对傅恒道 他叫范高杰 我的左营副将 他叫胡振镖 他叫方进 都是身经百战的勇将 跟在范营里为标营参将 你们三个听着 一是一定要打下驼驼风 不拘生死 要拿到飘高和那个剑妮子的首级 而是要尊重保护好副中堂 稍有闪失 我就把你们这三个军前政法 我明日就离太原回四川 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明白吗 明白 从现在起 你们归副中堂指挥 渣 还有什么难处 现在就说 范高杰跨前一步 向傅恒当兄一拱手说道 卑职没有难处 妥妥风上只有千余匪众 张军门在燕门关点了五千人马 这个差事办不下来 就是步行军阀 高杰自己也休死了 只请相公安坐太原 我们三个明天去燕门关带兵西进 半个月内 一定踏平这个驼驼风 就这样吧 张广司站起身来端插一夹 向傅恒一举手 傅恒忙也端插致意 从张广司到驿站门口 看着这位大将卷地扬沉而去 第32章 智通判县策钦差府 永傅恒击鼓巡抚衙 张广司离开晋省第二日 科尔吉善便给傅恒转来临线十万火急文书 禀报飘高 孝聚五千匪众围城三日 城中军民奋力拒敌 贼在城四周扎下营盘 似有陛下之意 幕下城中匹兵不过千数 民众三万 仰赖城坚地深 勉力相聚 其实不能持久 恳请县台速发大兵 已就燃眉云云 说的危急万分 傅恒看完鼻尖上 已是渗出细汗 历来文报都说 驼驼风琴有千余匪众 哪来这五千人数 张广四十个骄将 一望可知 又派了三个直小的白刀子进去 红刀子出来的混秋八 来带山西瘦弱迎兵 自己又没亲自前往 胜负之数固然凶多吉少 这失机误国四字罪名 也实难承当 傅恒思量片刻将原剑密封了 立刻坐下来给乾隆写奏章 详述来进省情形 及与张广四交割兵权事宜过程 末了写道 陈今夜 继离县城前往燕门关 处置军务 火急带军奔袭黑茶山陀陀峰 倒敌后路 以唯卫救赵之际 暂缓敌视 徐途见面 断不以此区区一域之地 乌合数千之匪 再致圣功锦念 无比溃煌匆匆急奏 写完奏章 又给刘统勋写信 请借掉无瞎子来军前效力 以资防卫 这三件 用八百里加急 发往军机处 傅恒写完 致笔输了一口气 把文书递给哥师哈 叫我们的人背马 今夜就去戴州燕门关 话音刚落 外头便抱进来说 离石州通判 李士尧拜见傅大人 傅恒看看 天色已经门黑 此刻心急如火 哪里顾得上见这个小小通判 八手吩咐 就说 本秦差已有令狱 文官现在一概不见 扎 回来 刹那间傅恒改变了主意 离石与林县相邻 不过百里之遥 必定祥之敌情 叫起来问问也好 思量着道 你们准备形状 我见见这个人 又转脸对捧着文书发愣的哥师哈道 你站着干什么 匪徒远在千里之外 你就昏了头 哥师哈忙道 我是老兵了 您没有最后发令 我不能动 傅恒这才白手 命他办差 一见 李士尧 快步屈辱 李士尧 傅恒暗纳着心中焦躁 缓缓迈着方步 直到李士尧 行李起身才到 我在恶善的门生路上 见过你的名字 士尧 名字很出眼 就记住了 可是的吗 李士尧一双精明的三角眼 闪烁声光 一躬身道 那是恶大人物济 卑职是天子门生 万岁爷亲自取众 亲自赐师 亲自罚我来山西任同伴的 傅恒这才想起 乾隆亲赴考场 取中一个狂生 那件趣闻异事 不禁师笑道 这事我早就听说过 只不知道 你就是那人 不过这回子我忙得很 顾不上 和你这狂生斗趣 你来见我什么事 李士尧道 我刚见过柯中成 那边一个亲客 跟我说了黑茶山 目下情形 来见钦差献祭 你到灵力 傅恒虽觉李士尧过于钻营 但也剖析他聪明 说道 这是临线的事 你是黎石通判 别的周县士 你也要伸手 话音刚落 李士尧便道 六爷这话错了 两旁几个哥士哈 都是一愣 以傅恒年少高位 又是皇亲国戚 权重绝险 来见傅恒的官 成百上千 补费心旺的 尽子也有 但这么一个芝麻官 当面指责傅恒 错了的 却是见所未见 正担心傅恒发作 却见傅恒无声一笑 问道 我怎么错了 我李士尧 以国事自诩 国事当以天下事为事 李士尧在灯下 抚养有神 朗声说道 这就是我的指手 临线和黎石 纯指相依 纯王 只能不寒 傅恒沉吟着 默然注视李士尧 他一时还弄不清 这人是有真材实学 还是专来投鸡取宠的 半上才到 不说这些空的 你有什么寄献给我 唯卫就诏 直倒匪穴 以解临陷之危 傅恒仰天大笑说道 果然有实践 不过我已经想到了 今夜就启程往燕门关调兵 先攻山寨 再徐途进去 已经奏了当今圣上 李士尧见傅恒用讥讽的眼神盯着自己 只是微微一审 说道 我明白大人瞧不起我 因为我官小吗 说罢打签行礼告辞 奉见他如此无礼顿时气的手脚冰凉 断喝一声 站住 六爷 李士尧稳稳稳地站定了 转身若无其事地问道 您有事 我对下属太放纵了 惯得他们毫无礼貌 真是小人难养 傅恒脸色雪白 我这里放着多少大事破壳接见你 听你自夸国事 显无聊计 怎么是瞧不起你 你放肆到极处了 李士尧盯着傅恒凶狠的目光毫无惧色 突然一笑说道 哼 请问大人 这里到代州燕门关是多远 七百二十里 不吃不喝不睡 用快马也要两夜一天 李士尧说道 从代州到黑茶山 走回头路再往西南又是八百里 几千人马奔命至少要十天 这样的唯未旧诏 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傅恒听了 吃了一大惊 想不到自卫的唯未旧诏妙计 只是挂一虚名不切实情 傅恒吃力的向前跨了一步 凝视着咄咄逼人的李士尧 脸上红一块白一块 聂鲤鱼了半赏终于说了出来 没想到全盘有误 先生他很快就口齿流畅了 愿先生让我傅恒梦浪 必有妙计教我 说着一一道地 六爷 我怎么当得起 李士尧见傅恒如此 肯虚尊将贵 折截下士 连忙还礼说道 邹瑶之见 也未必就好 而且是一步险棋 怕六爷也不见得能采纳 傅恒一把扯过椅子 将李士尧按坐下去 一边吩咐人上茶 自己也坐了 在椅中又是一拱说道 兵凶战威 哪有万全之策 比我的好 我就用 李士尧攻身还礼 坐直了身子侃侃说道 黑茶山 匪众消聚 陀陀峰已有十几年 只是去年 飘高和一女弟子 前去传部正阳教 才真正扯其放炮 大干起来 原来都是一匪一农 抗拒官府赋税 逼勒大户 减租免租 官兵衙门来 他们上陀陀峰山寨 官兵去了 他们在下山仍旧种田 其实 康熙年间 这里还是一片太平 圣祖也西征回来 东渡黄河路过林县 百姓们曾捐燕麦一千石 车推坚扛送到军前 圣祖写了 民风醇厚四个大字 至今悲哀尚在 但到雍正二年之后 接连来了几个坏县令 急征暴领 磕捐杂水 明目繁多 拼命地捞 倒也不为贪污 是求得个政绩拙议考评 弄得财主店户 一齐精穷 你想 这山寒土宝之地 我浩银加到一千七分 能有不反的吗 李世尧看一眼 傅恒说的 六爷别以为我扯得远 其实这是治乱之源 这次即使荡平匪乱 大军一去 仍就是原来模样 傅恒身子向前倾了一下 微笑道 我不是不耐烦听 我急于听听你的解为良策 再次讨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